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今天占卜内容是关于环境变化的 这是第一组 是我喜欢戴的手镯 这是第二组 是我一直戴在这里的戒指 这是第三组 就是我用来点这个蜡烛的火柴 然后根据你们的第一直觉进行选择 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是占卜 你未来会有那个发生环境的变化吗 或者是换到新的环境呢 这种主题了 然后我会把时间线打在那个评论区和简介里面 你们现在可以进行跳转哦 然后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一组的解排环节 看看就是选到我们这个 桌子的小伙伴们 你们近段时间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 会有什么环境的变化呢 或者是没有变化呢 然后我们看到出来的头子是太阳 处女 以及 医工 那么 我看到这组头子的话 其实是会觉得 短暂时间内是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啦 因为这个处女意味着就是稳定 就是保守固执在一个地方的那种感觉啦 我是感觉你们近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是这样的 一公飞进六宫 十二宫 飞进五宫 而且我感觉你们就待在原有的地方就很好的感觉哦 就是 其实你们心里面是更喜欢留在原地的 并不喜欢那种变动的感觉 对吗 嗯 总之来说 我是看到你们不会有环境上的变化啦 然后如果说想要搬迁或者是换工作的小伙伴们 也建议你们近段时间还是留在原有的岗位哦 这是上帝让我告诉你们的 可能保持在原地会让你们 更加 怎么说呢 安定一点吧 就是更加合适你们现在的心灵环境哦 然后第一组解拍就解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呢 然后是选择第二组这个银色戒指的小伙伴们 直接带上了 再上连结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就是你们近段时间会有怎么样的环境上的变化呢 或者是根本没有变化呢 然后我们看到哇塞一定会有变化的啦 都直接出来一个天王了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是天王排阳七宫 然后我们看到七宫飞进一宫啦 然后就是五宫飞进是一宫 变动的环境会有啦 而且还挺快的 两个月之内吧 就会有 是吗 我看一下哦 两个月之内吗 感觉是的 也会有环境上的变化了 而且到新环境里面 你们似乎更喜欢新环境里面的力量一点 因为我看到一股非常愉悦的交流的沟通的感觉 也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 我还看到一个非常融洽的团体啦 总之如果你想要就是换新环境的话 就放心的去干吧 如果说你在思考 这个工作能不能换成功呢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我这边看到一个新环境的力量呢 有个非常新的 然后让你更加愉悦的团体 还有那种感觉 然后就到这里啦 第二组的小伙伴们 我们拜拜咯 下个视频再见 然后是选到最后一组 这个小火柴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段时间 所处环境会发生变化吗 或者是会换到新环境吗 我们看到出来的头子是 月亮 双子 还有 武功 那么首先呢 我是感觉到你们最近的情绪 是有点波动的感觉 然后选到第三组的小伙伴们 你们最近要注意一下你们的嘴 胃 还有子宫方面的健康问题哦 我是看到了这方面的健康问题 你们需要 好好地调理一下啦 然后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们 其实你们是非常喜欢沟通的感觉的 与人沟通 或者是 适应环境之类之类能力也非常好啦 但是我感觉最近有一些社会责任上面的问题 把你的心情折磨得非常的不稳定 物内什么 所以说会产生想要换新环境的想法啦 不过呢 给出来的建议就是 其实 等一下就好啦 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你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所以说其实我的建议就是 还是不要换环境 就留在原地就好了 其实这个工作做 真的很适合你或者这个环境啦 然后就到这里啦 拜拜 下个视频再见